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汉字呢 是白 董南西白 这个白这个字呢 在加冠门里面呢 它是两个人 背靠背 我们在加冠门里面 两个人牵合一下 谁 叫做虫 这个虫这个字 加冠门里面反过来 它就是鼻 两个人背对着背 它就是一个方位词 董董西白的白 古人他在定方位的时刻啊 就是在画下大地上面 不论你在哪一个方位 在种的时候 一个人的影子的头 就指的那个方向 那就是指的白 因为山雾行民 它不像我们后来有指背症 可以让那奥 一指那地方就是北 这个人影 叫中午时分 这个头数指的方向是北 正好后天上的北对星 正在的位置是一致的 所以暗和呢 就是天即人 黑 这种对死伯观察的西子 一见古人在赵智时候的 这种构式的奇妙 不得不令人贪腐 后来呢 后来呢 这个字呢 因为高区的君族 他都是朝南朝背朝北 那些大城去建皇上 都是要面朝君族 那就是他们的面是朝北的 因此在这个面是上面 面白 那就是成佛于某个人 有这么个意思在里面 下面呢 我就来隐私 加括文和君文呢 他的术写的一些情况 和大家一起分享 加括文 它是这样的写 两个人背对背 这是第一款 第二款呢 它是这样写 第三款鑫振降 虽然这个教科文里面都有斗篷不同样式的写法 它的几本鬼律是相同的 那就是说每个人的背都是和对方相对的 都是背对背 仅仅使各个人的体位知识自在不一样 其他没什么变化 这几本里面它也是这样 它是寄生教科文的写法 几本它这样写 这是几本第一款的写法 几本第二款它现在是这样 几本有对方的写法 几本有一顿 几本用写 adul 几本不一样 Mensagem 这是第三款的写法 就是G4款和G2款的写法 达记率相差不多 这是进门四款不同的写法 小端呢 它也就是G3加冠和进门的写法 小端它这样写 小端现在是这样 Li数里面这个字呢 它现在是这样一个 Li数的写法 这是Li数的写法 现在呢 开数里面呢 这个字它一切是这样 这个白 主要的它是用一种脂肪纹 后来呢 就是在延伸以后呢 乘乘 或者是表示吃了白脏的意思 在里面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白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